余母年和徐小明 多年前合演的劇集重播 这日齐齐现身电台宣传 前年曾因为废签为化 而一度留意ICU的余母姐 在记者会上精神逆逆 谭笑风生 小明哥说 见回当年剧中的妈妈余母姐 都有种重逢的感觉 我就有了 所以我一到来 已经激动了我立刻抱着余母姐 狡辩重逢 但听说当时有一场戏 余母姐是要骂小明哥 对啊 我经常早餐都做她老母 记不记得那一场骂我 如何骂他 哎呀 这么久就不记得了 骂人当然是一个臭小子 又不听话 又不生性 当然那些 那场戏 莫姐其实也有些不同的演练方法 就不是的 因为那场戏它是一种软式的骂 它不是骂到屁头就骂那种 因为她很喜欢这个女主角 做她未来的媳妇 但儿子很不生性 堕落了 她那种有怨 亦可惜 亦觉得儿子恨铁不成钢 所以余母姐演练得很好 那场戏 余母姐一生奉献给演艺事业 虽然近年身体大不如前 不过她也有说到自己 仍然很喜欢演戏的心愿 我是很想演戏 但是力不从心 现在年纪大 有病 是吧 我是很喜欢演戏 很喜欢唱歌 现在演戏无能为力 唱歌无戏 现在只能看戏 看别人演戏 但见你今天都很精神地坐在这儿 好奇了 精神和健康状况 都日渐都转好了 即是她现在 不咳嗽的时候就很正常 有时咳嗽就像咳嗽喘那样 现在托奶还可以扶着走得下 但现在除了复诊 是不是都少些下界了 因为我早上7点下界 去公园 去公园行下 医生要我多走 因为如果不走 肌肉收缩了 然后走不到 乐善浩斯的鱼猫姐 曾经把退休金 捐到内地山区兴建学校 最近她又自知推出自转 兼且是不扣除任何成本 将全部收益勃捐做善事 延续她一贯善心的精神 我就是不爱钱的 说明大了就捐给儿童癌病基金 做善事 你很有心啊你 我爱钱干什么 你还没人没物 我独居老人 是不是 那就可以了 证明上天眷顾我 让我多玩几年 医生说我这个病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吃标靶药 就是控制她 不要让她这么快翻发 我说医生我几次死 我怎么回复你 有些人都可以 我说标靶药不是癌症才能用吗 她说不是 很多病都可以用标靶药 她不是吃的 她会掉到血管里 不要紧 最重要是活得开心 最重要是开心 我睡醒又赚了一天 我很开心的 我不会悲观的 我说很感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